跟我们的Range A2 实际上这个是 这个第二列的第一栏 实际上就是A2的 跟A2比 然后呢 把最后的结果呢 放到哪边呢 放到第二列的第I栏 那I栏的话 基本上是从2的 所以跑出来的话 就是上面的那个 月份的部分 这个是上礼拜讲到的 再来产生日期 那产生日期的话 基本上你要给它一个 回圈的范围 那回圈范围呢 基本上就是从什么呢 从追 好像别说了 这两个颠倒一下 因为我要先跑蓝 再跑 先跑那个月份跑完 再跑那个 整个月嘛 1月是纵向的 所以呢 我要先跑追 那追的话呢 也是1到12月 那里面的话 一定是第三到第32列 那里面我们要放的 这个月份的部分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I减掉1 那I减掉1实际上就是列 第几列的第追 追的话指的是哪一个位置 那把它加1 放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产生这个 我们最后的结果 那上个礼拜最后 是讲到这里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个地方 我如果把它执行起来 给各位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部分 刚刚讲到的 就是产生日期 那再给它格式 基本上我如果执行起来 这个地方 先清除里面的 清除 然后再执行 我先执行到这里好了 好 这一行的话 我按F8 那会跳出来 比如说我输入2014的1月1号 OK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它第一个动作会怎么样呢 先把第一天放过来 然后呢 我上个礼拜也还有讲到说 格式化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因为你放过来的 这个格式是西元年 所以一般简易的格式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 格式化成什么呢 民国年的话 那我可以在格式 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呢 去给它一个条件 然后呢 把这个条件 这个格式放到这边 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是直接按右键 储存格这边 去制定一下 其实你可以选一个格式 最后呢 把它加到这边 比如说把它改成这个 中华民国利益 那民国这一个好了 你可以制定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一串 你可以一直到分号前面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把它贴到哪边呢 贴到这个后面 基本上就这一串 把它贴上去 那放在什么